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这里是孤城集市 你没来过吗 金湖那么繁忙 哪有时间逛啊 正还要买嫁衣和首饰 我带你啊 去逛一逛 走 您需要什么呀 小姑娘 我随便看看 这个 我要了 五文钱 好 我就随便看看你买它干什么 我就是 想买给你买 正好 好嘞 谢谢 谢谢 走 带你去个地方 这些是百姓们的祈愿 他们相信 风吹过的时候 会把他们的愿望带到天上去 神灵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那我们也写一幅吧 好 走 谢谢 走 那 喝吧 你看 谢谢啊 快请 挂这儿吧 不应该是不问人间事 忘记过此生吗 你干嘛改善这诗人的名字 可我觉得望月二字 比望鸡二字 也高明百倍 如果可能 我真希望忘了一切 与你共度此生 郡主好 您二位大驾光临 本小店真是蓬毙生辉啊 上面是高筋护链 下面是首饰 您二位可以随便选一选 这个怎么样 这个还不错 老板 这个包起来 这个 好嘞 好嘞 听事啊 是镜盒的机器 镜狗最该死 每天砍他们头啊 我一定要去观想 我一定要去观想 天砍 Guatemala 染板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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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最近靖和赤猴抓了不少 都没审出个所以然 不知这次会不会有什么进展 走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要救你出去 你要是赶紧了 我立刻要舍自尽 云阁 我是靖和赤猴 你是孤城君 是元帅家的成龙快婿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去死 如果我的死 能换来你的醒悟 那我也不算白死 回到自己该在的位置上 完成你的任务 放下儿女私情 这是我的遗愿 赤猴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跟我姐姐成婚的事情 还没用过我呢 还没用过我呢 我用你同意了吗 想打架是吧 你 你不想打架 不打了 不行 还没打够 再来 再来什么再来 打不动啊 我承认你武功是被我厉害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付了我姐姐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这世间有谁敢说 没有付过别人 你付别人我不管 但是你就是不能付我姐姐 我和她的事 你不懂 我怎么就不懂了 你武功不错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把王爷交给你 我也放心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咱们都是吃冰饭的 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你放心吧 从今以后 只要有我慕男在 绝对不会让姐姐 和你出事的 流星啊 我听说 这